我刚才发现黄色的图帐灯亮了 然后检查了一下太阳 天呐 看看 我现在的左后轮 这有问题啊 这怎么回事吧 这两天有没有走烂路 现在找地方去检查一下 真的是这个点 然后找地方修车 我感觉不太容易啊 这会儿快十点了呀 天呐 大家看一下我还没有下去呢 现在太阳那个又掉了 是个 天呐 好危险感觉 你好 我这个太有问题了 明天早上了只是 明天早上 嗯 现在他一直那啥就是露气着呢 这个 嗯 一直露气着明天就没法走了 明天早上整了 明天早上整 那这个整个这多少钱 什么丑到了 不知道吗 就刚才那会儿一直在那间上停着呢 走的时候然后发现这车他有问题啊 不知道啥是丑的 那补一个这太多钱 啊补个太多钱 白天我们是40 嗯 现在晚上的话你要叫20块钱 20块钱 行行 嗯 因为我这到白天的话我就 我就 我就 我就走不了了 到时候停着呢 我的车呢 就是被一车钉给扎了 然后现在 10点钟 找了一个 哇 然后 呃 就比白天贵20块钱 补他 补吧 贵就贵一点 没事 就是 只要能让我今天晚上平安的找到一个住车地儿 停到那儿 然后第二天能顺利走就好了 看到这里麻烦点个赞 新朋友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了 这就这点了 就这个钉子 刷了钉子 天哪 还有 就就那一个地方是吧 嗯 哎 刷了花 整个爆了吧 嗯 这一个钉子 师傅问一下就是咱们这前面 饼茶茶 还有没有补胎的 没有了 有没有 要到又到潮瓦龙 要到潮瓦龙 潮瓦 潮瓦 差一些东西 像这种钉子 它咋扎进去的 这个嘛 他一 他一眼前是选这种树一种嘛 开始轮子是压着这点 嗯 杨瓦他一发 嗯 这小哥说要把这打到 3.5啊 对 打个3.5差不多 你到潮瓦线 也把它漆放了就行 那走 你意思就是说 走前头那个烂路的话 就是 如果太扁的话 会滑烂是吧 容易容易找 容易爆台 啊 容易看运气 是不是说一下 哈哈哈 气压高一点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就是就是他那个会一直报警而已 对对对 不会影响别的 影响 他就提示太阳太阳 那个 太阳检测的那个190 反正不影响你到潮 潮潮潮雨线的话 你要把气放了就行 好 不影响 说是里边路太难走了 那咱们北有路是不怕 他有在坑档开道了吗 嗯 边头有石头他会画的这个侧边 会画的侧边 嗯 他拔起来一点 他撑起来一点 这个这个 这边 就画不到了吗 我家耳子说 那就那就听 听一下这小哥的意见 那咱也没走过呢 以防万一嘛 看一下 现在 开补好了 然后加呀加好了 我的天呐 一边是322 一边是344 像隔一般 平时的时候不可能加到这个 但是刚才听这个小哥 然后说 还是 听一下这边人的建议吧 我相信应该不会错的 轮胎现在补好了 价格还算实惠 这得亏是在出发前 这发现这轮胎扎了 这如果要是在炳茶茶里扎胎 那简直后果不堪设想 我现在就非常的纳闷 因为网上啊 有人流传这边呢 是有人专门放钉子 这咋就让我遇见了 唉 希望这只是凑巧吧 另外我的轮胎呢 现在两个后轮呢 打的都气压打的都比较高 难道不是海拔越高 就应该让轮胎的胎压越低吗 那小哥说是为了不暴胎 专门给我打高的 那这样究竟有没有危险呢 希望懂车的朋友可以在 底下跟我说一说啊 好点花不得耍 记得散亮点个赞